我们上期讲到 当时社会特别乱 买凶杀人的事 在90年代 那就是与日俱增 尤其是就是抢生意 各种的土地争夺 这方面 那就是杀来杀去 毫不手软 有一天早晨 这个法医他就自己开车出去 刚一出去 他就听见一个什么东西 从他的车上掉下来 于是他就停车去看 结果发现这道上 就掉了一个 没被引爆的一个手榴弹 这个手榴弹 是用胶带 粘在他的车子底下的 大概就是因为没粘好 这么一启动就掉下来 也算是他命大 当天又有警察 跑过来搜他的办公室 从他的保险箱里 就搜出来了大约就是两千美金 这么个价值的一个现金 这在当时特别的普遍 因为没人对这个银行有信心 就是你这个银行说 一下贬值就贬值了 所以大家都能够尽量的存点这个现金 另外能够换点美元是更好 结果呀 这警察就说你这都是假钞 给没收了 而且一直就没还他 到了2001年的时候啊 有一个检察官就起诉了他 罪名呢就是他贿赂 可是呢贿赂谁呀 贿赂了多少钱呢 到底是在哪贿赂的呀 都没说 结果呀 其实就是因为这个法医 他不肯那个付钱给那个高官 那个保护费嘛 这就是官方保护费 反正就是报复你嘛 就用这种方法来那个什么 结果真的就还被逮捕了 他在牢里啊 蹲了两个月 就一直等着开庭就不开 等了溜溜两个月 起初呢是把他跟那个75个囚犯啊 关在同一间牢房里边 连站的地方都不够站的 那更别提躺着睡觉了 幸亏啊 他在这个公安系统啊 干了很久了 怎么周都有个几个朋友在里边 这监狱里呢就有一个老朋友 是这个监狱的那个机关的那个文职人员 结果呢这个人呢就想方设法 把他转移到了一个只关35人的一个牢房里 宽敞点 这宽敞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大家轮流睡 一拨人站着啊 挤在那儿 给腾出点地儿来 大家轮流可以睡觉 这个监狱里的人啊 还有这些囚犯啊 都知道这法医是为了什么被抓起来的 都很同情他 所以呢 这监狱里的人呢 也不给他戴镣铐 另外呢 他在监狱里过了他50岁的生日 而且这帮监狱的这帮那个警官啊 还给他送蛋糕 这让他终身囊了 在监狱里边挤在那么一个地方啊 在这个拘留所啊 大家都拿他当成了一个那个法律咨询顾问 每天晚上啊 这尤其放风的时候 全都找他来谈 讲自己的案件啊 让他给出出主意啊 什么的 等他啊 终于获释出狱的时候 连那个典狱长都说 哎呀 就在你的教导下 我们这儿的囚犯全都变聪明了 法官呢 最后是判了他一个两年缓刑 其实也就是无罪嘛 只不过就是他不像那个以前那个舒尔那个啊 他们是得有这个叫什么公职工作的 因为你是NGO嘛 政府工作的 你要被判了缓刑 你是不能工作的 他这种就无所谓 自己开的兵议馆 也管不着啊 所以其实就等于宣判他不罪了 也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在这种体制下啊 那个稍微还有一点正义感的这法官呢 他也不敢直接挑战这个检察官 哎他就用这种方法呢 做一种妥协 哎我也判了 判了但是我给你判的是缓刑 法医啊 这个人啊 他应该算是一个天生的一个赌徒了 哎从命运各方面啊 应该他还是个高手 他自己就说 哎呀我就是爱跟人较劲 尤其是喜欢把庄稼给赢了 在真正的这个玩钱的这个赌场上啊 他也是个高手 尤其他特别会算这个牌 玩扑克牌 那个年代啊 就是赌博业啊 席卷了整个俄罗斯 每一个城市啊 都有那种闪亮光鲜的那个大赌场 哎 生意好得不得了 有一次呢 这法医啊 就居然一个晚上 他赢了四辆车 后来啊 就把这个车都折算成现金 带回家去了 他还专门啊 写了一本关于这个扑克的书 哎 你就想吧 他那个技术啊 太好了 弄的这个赌场啊 他都挂上了名单了 总是想办法啊 能把他给请出去 最好是请出去 或者干脆您千万别进来 我求求您了 就这种的 到了2008年的时候啊 俄罗斯政府开始下令了 说这个国内的啊 这些赌场都给我关门 然后呢 他就想呢 在这个稍微偏远的一些地区啊 设一个这个赌场 或者就是像那个拉斯维加斯似的啊 弄一个单独的一个城市 哎 你们上那赌就得了 这个呢 是 大概想法就是 一个是带动经济 另外一个呢 就是便于政府的监控嘛 可是啊 这个你在别的城市 你把这赌场都关了 没有那种公开的赌场了 结果反而催生了 大量的地下赌场出现了 你就像这个 车兵亚 威斯克这个城市啊 差不多这时候 有178个非法的这个地下赌场 不过呢 这个时候啊 法医已经对那个赌博不感兴趣了 哎 那股劲过去了 安娜呀 也承认 她每次就是在这个城市里散步啊 经常会碰到那个 挺神秘的 没任何标志的一个门 哎 你从那里探头一进去呢 一看呢 好像是一个酒吧 光线很暗暗的 完了呢 周围摆的啊 全是那个老虎鸡 哎 还有别的地方那个玩那种扑克的 你就肯定在这个门这块 你是看不着的 这些这个赌场啊 就坐在市中心 而警察就在旁边那溜的巡逻呢 这说明什么呀 就是警察都知道 这赌场的后台都是自己人 所以就装作没看见 这个法医从监狱里出来以后呢 他还是干起了他那个老本行 可是呢 生意呢 利润越来越小 为什么呢 就是这个 05年 这新上任的这个市长 开始向他索汇 而且这个金额呀 每月递增 而且是就成倍的这么增 你比如说第一个月啊 跟他要了十万卢布 哎 那你才能给你让你营业 到了第二个月呢 就涨到二十万 每月递增 到第四个月的时候 已经达到了差不多一万六千美金 就是那么多的卢布了啊 那估计得多少了呢 那时候成几啊 我什么数学不好 反正就是钱太多了 这下法医就干不下去了 于是呢 他就想了 我呀 不付了 付我那么的 最后我等于白干吗不是 那我还干嘛呀 就拒绝交付了 于是呢 就在第四 第二年吧 有一次他正好离开他自己的办公室 结果他的副手就遭到了枪杀了 当时正好呢 有一个警察呢 从这路过 等于目击了这个枪击事件 于是啊 这警察呢 一个人啊 他不敢抓去 于是他就赶紧呼叫支援 这时候呢 这杀手就跑了 后来是在附近的一个公园里边 抓到了这个杀手 这个杀手呢 正好刚刚把这个面罩给脱下来 正在想啊 把这枪啊 正在那儿寻摹呢 想把这枪丢在哪儿呢 就这么被抓住 结果呢 这个当时审问的时候呢 这杀手就说 他是被人 那个有一个高官 买凶杀人 让他 到这个审判的时候 就诡异了 这个从指控到调查 相当的荒谬 居然最后就判定了一个缺乏证据 把这个杀手直接无罪释放了 后来呢 有人呢 就给这个法医啊 带了个口信 说啊 你再不老实 你就是那个下一个 他副手不是被杀了吗 于是这法医看呢 得了我甭干了 命都要没了 于是他就把自己的这个 殡仪馆的这个买卖 给关了 找了另外一个人 谁愿意干谁干呢 找了一个人接手了 可是呢 他 依然 说他欠着 这个什么 政府啊 还是欠着哪儿的啊 40万美元的一笔钱 这法医啊 幸亏在这个局子里啊 还有朋友 于是呢 他就找到了这个笔记专家呀 和这个什么的啊 就证明了这些文件都是伪造的 就我根本不欠你的 你弄我这么一个什么欠条之类的啊 可是呢 这法院啊 你想想 市长啊 那上边 那那头 他顶头上司了呀 结果呢 就不敢违背这个 就 没有采信 他这个专家的这个 证明 这法医一看啊 那怎么办啊 我得保住我家里那点钱吧 于是呢 跟老婆离婚了 把这个财产啊 多数都转移到了 他妻子的名下 债务呢 他一个儿背 因为这个也不开始 也不做这生意了 所以呢 他估计啊 说怎么着 也得20年 才能把这债还清了 一点点还吧 那你现在不就等于上了 老赖黑名单了吗 所以呢 他现在连出国都出不去 这不能出国 对这个俄罗斯人啊 简直就是一个 跟那个差不多 去劳改 差不多的那种刑法 每年老在那个 冷冰冰的地方待着啊 暖和地去不了 所以对他们来说 真的 这个惩罚很受不了 这个兵议馆啊 这个油水大概太大了 他接手了以后的那个人呢 就接着干 而且呢 定期的交保护费 这下呢 这个政府的这帮官员呢 就裁员广进了 为了这个维持营运呢 这个他的下奸啊 必须定期的给这帮人 呃 付十万美金 作为贿赂 而这官员呢 也想呢 得咱们礼上来吧 你也挺听话的 于是呢 就给他呢 弄了一个免税 优惠带 哎 我让你 给你 怎么着也得给你点回报呗 就那意思 不能白拿你那么多钱吗 是吧 这个联邦政府啊 后来俄罗斯也觉得 哟 这个行业太挣钱了 而且这里边贪污太厉害了 这明明明明白白 大家都知道啊 于是呢 就想把这个行业啊 给接过来 这个啊 就特别像那个卖酒的呀 卖毒品的似的 就是因为利润太丰厚了 可是呢 你这种说说的打击这个啊 想把这接过来啊 法医后来也说 没戏 等于啊 其实就是借着打击贪污 哎 又换了一拨人 哎 把这个接过来 完了呢 等于还是靠着这个挣钱 依然是国家拿不着什么 哎 没准再一拨人上来 又把你们那一拨给打下去 就等于换一朝代而已嘛 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贪污啊 就有点像他们这个酗酒 就是那个窝的嘎酒啊 这个是俄罗斯真的去不掉的玩机 呃 有一本书啊 我现在正看着呢 看着一半的 好玩 建议你们去看 叫福特加政治 这里边啊 就说了 这个酗酒啊 真的不是基因 以前我也这么觉得啊 就跟咱们那个中国人爱赌博似的 我就觉得就是 你看吧 东方 尤其中国人 特别好赌 完了俄罗斯人就是好酗酒 呃 当时都觉得是这个 这个基因问题啊 这本书呢 他觉得 这个是因为体制 因为政治 才造成了这个 后来的 他的这个老百姓啊 酗酒 离不开这个 你就也 也就是说什么呢 他这个政府啊 这些贪腐的官员 就是他这个专制 这个政府的基石 俩而互相离不开 哎 政府也讨厌你们这些人 可是呢 他又需要这些官员 来帮他运作这个政府 而这个福特加呢 就是沃德嘎呢 这个呢 是什么呢 就是太挣钱了 巨额利润 他等于 必须得靠着这个 来支撑他的 这个庞大的军事开支 哎 所以你想啊 就是好多人都问呢 你说什么呢 你看别的国家啊 也有酗酒啊 那英国人 什么芬兰人什么的啊 也酒馆开着 但是他都是那种 小饮小闹 哎 顶多了撩个裙子 唱个歌啊 什么的 他不像这个俄罗斯人 他喝的是那种高度酒 获得嘎 这本书里呢 他就觉得啊 就是因为成本太低了 利润太高了 他 他其实就需要一个特别简单的几个大桶 哎 弄在弄一个小火炉子 哎 你这么一蒸 他用那种最古老的那个蒸馏技术 就可以做成这个沃德嘎酒了 哎 另外呢 就是他在用的那个黑麦呀 燕麦呀 这都是俄罗斯随处 你在哪个乡村都能取得的这个粮食 很好种也很好弄 这原材料也便宜 哎 完了呢 他这个呢 还一个呢 您安葡萄酒啊 什么威士忌啊 他他他会坏 这窝的嘎不坏 你怎么搬都行 你搁怎么存都行 这个运输也方便是那个成本太低 就是随便啊 那时候那个农场主啊 什么的啊 就能弄个小锅炉 哎 其实也不用锅炉 就是一小炉子 小火炉就能做 这一下呢 就等于呢 他其实是一个最大的现金流的一个行业 你等于这些农农啊 拼命挣钱 挣那点现金全扔在这个窝的嘎里边 就扔在这个酒馆里边 而这个政府呢 就靠这个源源不断的钱 支撑着他的军事开支 他的大帝国的扩张 我还没看完呢 所以我就先看到这一点的那个论点 我觉得很有道理 这本书真的挺好的啊 叫《沃德嘎政治》 法医啊 虽然这个破产了啊 但是呢 他真的是一个很有雄心 与众不同的人 他在他自己的专业上啊 一直保持着热情 然后呢 这不是破产了 没法干这行业了吗 他就又开始弄了一间这个法医研究所 其实啊 在他弄兵役馆的同时 这个研究所就已经开了 只不过那个时候是副业 现在呢 他真的是拿他当主业干 他应该算是俄罗斯这个国内啊 罕见的少数的独立法医专家 就太少了 差不多都是政府雇的了啊 一开始啊 他的这个研究所呀 前景不太明了 哎 因为呢 一开始也就是一些辩护律师找找他 而且啊 这个法庭上啊 如果你比如说这辩护律师说 我请那个独立的那个法医专家来给我做这个证 或者做检验 往往经常法庭上会给他阻拦 到了这个 有一次啊 那时候是2000年 哎 就他还没破产呢 那时候他还忙活 他那个殡仪馆还大发财的时候呢 就是因为大胆的采用了他的论断了 结果有一个法官居然就立刻遭到解雇 在俄罗斯啊 这法官是特别逗 特别容易被操控 因为他是任命制的 哎 他不是终身制 而且呢 就是随便一个啊 呃 理由就可以把这个法官给解雇 一般呢 是这个首席法官是政府任命的 哎 呃 这种首席法官 一般都是跟这个国安机构啊 关系极为的紧密的 呃 再加上呢 就是检察官 检察官的那个权力大得不得了 哎 这个检察官 在这个俄罗斯啊 一直是权力大如政府 经常啊 这个首席法官或者是这检察官就直接对这个法官进行施压 呃 美秦宁约就是他们俄罗斯人管他叫叫电话司法 就是什么呢 这案子啊 呃 还没开始呢 这法官已经在电话里边接到上边关于如何判案的指示了 这法庭其实就是一个走过场了 判决其实早已经就决定好了 如果啊 有哪个法官你违背了上边的决策了 你等到人家那边马上的检察官就上诉 这一上诉到更高一级的法庭的时候 马上这法院就给你把这个原判推翻了 那这个法官那就可能面临着惩罚了 甚至会丢掉工作 所以啊 这法官都弄得一个个啊 这个胆小如鼠 全都是就有点像我们现在啊 比如说要发点这个微博啊或什么的 先看半天 先看半天干嘛 先自我审查一番 都是主动的啊 没没逼着啊 没拿枪逼着我 主动的 这个检察官呢 这个势力啊 在俄罗斯确实大 他呢也是随心而愈 就是你得看这个检察官是个什么性情 这司法体系啊 也是弄得反复无常 应该说啊 里边各种的贪腐啊 无能啊 也是特别普遍 不过呢 就是法医这个拉索夫啊 我们管的叫拉索夫 他呢就发现 他说最近呢 有这么一个新气象 就是他发现有一些法官 开始对这个检察官啊 或者是这个调查人员啊 这态度已经开始变得强硬起来了 比如说你弄出来的这个证据啊 拒绝接受 这一看伪证 我不接受 排除在这个法庭之外 这个当然了 这次案子呢 就肯定跟政治没关啊 要跟政治敏感度高的 那法官也不敢 这种渐渐增长的正气啊 原因真的不是这个法官 有多么的正气了 完全是因为什么呀 就是现在的这个警察呀 这个工作水准太低了 就弄得啊 连这个那么阙诺的这个法官 都已经不好意思了 没法视而不见 就是你做的也太假了 你搁的档案里边我都不好意思 往这里边放 因为什么 就是好多 比如说能干的专家呀 或者是能干的警员呢 都受不了这个政府的低工资 全去接那个私人客户的那个订单去了 那接的手软 忙得不可开交 谁还给你弄这个什么正规的这个警察的这些调查啊 所以这个越干越糟糕 安娜呀就听说了以后啊 就想通过这法医说 你能不能给我找一两个这种啊 有点正气的这个法官 我们聊一聊呗 但是呢 这法医打了好几通电话以后 他也绝望 他说没想到啊 我本来以为他愿意尝试着出来说一说 但是这一电话一打过去 都把他吓死了 在这次他们这个采访的过程中啊 特别讽刺的一个现实 直接把安娜给砸晕了 就正好这时候呢 这法医接到了一个电话 对方呢 就是一个政府的官员 而且啊 就是那个威胁这个法医生命的那个人 就是那市长的副手 没准还就是副手 找的那个杀手去杀这个法医的呢 都有可能 就这家伙打电话来干嘛呢 他说我们现在有一起案件啊 需要一个有能力的 好的法医来帮帮我们 这法医接着的电话啊 就被这种荒诞的现实都逗乐了 他看着这个安娜呀 安娜嘴巴都下巴都快掉下来了 结果他就跟他说 你看见没有 他们其实知道我知道他们对我干什么了 而且也知道我不喜欢他们 但是他现在也需要我了 因为没有能干的 没有独立性的法医了 估计啊 也没准就是两派有个什么斗争 也难说就是哎 我得需要一个不能离止派的了 这种啊就是你在这种体制下 一定会发生这样的事 这个法医啊 他真的后来还在个事业上 还是有很多的阻碍 比如说吧 他就经常会被告诫 哎 这事你能干啊 那事你千万别碰啊 比如吧 有一次 就是有一个监狱里边 有一个警卫呢 被控呢 就是把四名囚犯 给殴打致死的一个案件 当时呢 这个囚犯的家人就联合起来 雇佣了这个法医 拉索夫 让他呢去调查这个事 哎 去验尸 当时呢 他这个停尸房啊 一下子就被这个维安部队 就给包围了 哎 那个什么 这个法医和那个囚犯的家属 都不让进去了 后来呢 这当局啊 就跟这个法医说了 这一趟浑水你可别汤啊 要不然没你好活的吃 另外还有一次呢 就是有一个囚犯 据说呢 是上吊自杀了 于是呢 他的家人呢 就来拿尸体 说呀 我们要土葬他 哎 就这么着呢 就给把这尸体给拿出来了 拿出来呢 这在这帮这个家属啊 直接在路上一转弯 就跑到这个法医 拉索夫这来了 结果拉索夫呢 就发现这身上啊 大范围的被殴打的痕迹 这个法医就 拉索夫就用拍照 把这些证据啊 都给拍下来 记录了下来 结果呢 这个政府指派的 那个法医专家 不承认 哎 说呀 这个上级给的 这个压力太大了 我这种啊 就 其实都知道 心知肚明 活生生的这个证据 拒绝承认 结果呢 这个案子 还是最后 以自杀 做的结案 这个时候啊 居然就是全俄罗斯 他开始越来越有名了 无端的 有别的地方的人啊 也跑来找他 求帮忙 结果现在啊 就是这个法医啊 不干那殡葬馆了吗 就天天的 就是在俄罗斯 满处飞 走遍全俄罗斯 你像他们旁边 有一个那个叫 奥伦堡州的啊 那个检察官 就专门上门来请他 干嘛呢 帮我去调查 一个军队的舞弊案 在这个俄罗斯啊 当时发布了 一个新的法律规定 就是从二战起 到现在 就是所有的参战的将士 凡是死亡了 国家都负责给立这个墓地 立墓碑 这个结果呢 这个奥伦堡州啊 这个军事总部呢 就把这件事 直接委托给了一个 当地的一家兵议馆 完了以后呢 这兵议馆呢 就给拿来了一个收据 上面写着呢 我们一共立了大概二百个墓地 价格呢 是每个墓地差不多就和一千美元 和咱们这七千块钱吧 另外呢 这个为了表示我真干这个了 给这个每一个墓碑 还做了个照片 表示这个证明 可这照片啊 一看呢 妈呦 这不是孪生兄弟吗 这个一模一样啊 这个 连这个地方检察官都觉得 这这不是骗子吗 这个 于是就开始怀疑 哎 这个军队的将领 头头肯定跟这个兵议馆的人 有谋逆了 于是呢 他就跑到这个法医这来 拉索夫这来 说啊 你呀 赶紧过来帮我做一个独立评估吧 结果啊 这法医一看呢 嗨 这都不用我去当地呀 什么还要开棺验尸什么的 你知道吗 就一看 就其实就做了一个墓碑 剩下的那199个啊 全是拿Photoshop做的 呵呵呵呵 就是那制图软件 哎 拿PS做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等于就做了一个 然后呢 剩下的就是在电脑上啪啪啪 把那人名一换 就等于什么呢 就是一个人直接坐在电脑前面 神奇的手指头一动动 就净赚了19万9千美元 可是呢 这个案子啊 检察官是给递上去了 结果呢 就被更高一级的政府官员 就直接给压下来 这事呢 就就这么不了了之了哟 你就看吧 哎呀 就特别让人一下子想起来 那个果格里 有一个小说很有名 叫死魂灵 对吧 那里边不就是有一个那个 从鬼身上挣钱的一个故事吗 俄罗斯真的 这贪腐 也是有历史的 到了这个安娜和这个法医啊 最后一次两人碰面呢 这个 法医啊 也很无奈 他说呀 他也知道 现在大部分的俄罗斯人都非常喜欢普京 觉得啊 一下子让这个俄罗斯又重新有了政治和军事力量了 这个 怎么说呢 这个大概也是因为啊 普京 他一直在宣传着这个外国的势力在打击我们呢 反正就是用了这种方法把他的人民给统一了 哎 这个对一致对外让俄罗斯人团结起来 他也承认呢 下一步一定是一个强化的警察国家 在这个他的朋友当中啊 呃 有时候呢 他也承认 就是他观察了一下 他觉得啊 不会有人为这个普京现在弄的这个越来越警察似的这种强权国家啊 会起来抗议的 因为什么呢 就是 呃 他觉得啊 能够看出这个弊病的 还有点骨气的这些人啊 现在年纪大了 呃 也没法跑到国外去了 哎 好不容易挣的那点钱啊 呃 就怕没了 又退回到了那个呃 最后你不被剥夺了你的工作呀或什么的啊 甚至住的地儿也没有了 都不敢 抱这个损失一切的风险了 怎么说呢 就是大家就忍着了 哎 埋头什么也没看见 只要我现在还有口吃的 这个 法医拉索夫啊 给这个安娜看了一个刚刚收到的一个政府来信 他觉得呢 这就是警察国家的一个先兆了 信里边呢 就要求啊 法医把他的所有的他的雇员 那个家里边的信细节 种族 宗教 政治观点 另外就是亲戚啊 都有谁 性别什么的啊 全部啊 尤其是性别认同 也给单列了一下 就是你是觉得你是同性恋啊 你还是觉得你是男的女的呀 就这种的 也单列了一下 就是要把这个表格 你给调查下来 一个一个填好了 你给我交上来 结果这一次呢 这法医拒绝提供 结果还遭到罚款了 他把这个事啊 跟他的朋友们说了啊 这朋友们都说 你傻呀你 那么较真干嘛呀 你随便填一个那个假的答案 寄回去不就得了吗 不过呢 拉索夫觉得啊 就是这种糊弄 随着大数据的时代到来 你想糊弄都不行 那那个时候 每一个人怎么做呢 俄罗斯人怎么办呢 好 我们下期接着讲 下期见